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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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来讲一下打磨的问题 那五千年都知道打磨 就是说拍着接触球的时候打的感觉多一点 接触球以后的摩擦的感觉多一点 这个叫打磨 那么打磨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有一张图 这个是球拍 这条线代表球拍的面 这个是水平面 如果我的球拍斜到沿水平方向运动 那么这条线代表运动方向 我拍子的运动方向斜面 拍子沿到直线运动 这个叫运动方向 所以我研究的是拍子的表面和运动方向之间的关系 在拉弧线的过程中间 实际上我们运动方向是斜向上 并不是沿水平方向运动 所以这个拍面跟这个运动方向形成了一个夹角 那么这个夹角越大 这个打的分量就越大 摩擦的分量越小 如果夹角越小 打的分量越小 摩擦的分量越大 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打磨的一个图示 那么打磨就是说我拍子 这个拍面跟运动方向夹角要大 打的多一点 接触球以后的我夹角越变小 直接摩擦 我打磨实际上要求的我夹角的变化 机球球角度大一点 接触球以后角度变小 这就是打磨 那么现在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这个 如何能做到这一点 你们到网上搜一下子 这个球跟拍面的接触时间是非常短暂的 根据网上搜出来的结果 就是说 都是在千分之几秒之间 比如说打球可能只有千分之一秒 推挡千分之三秒 搓球千分之六秒 在这个非常短的时间中间 你要拉弧圈 碰到球 然后旋转 没有人能做到 为什么时间太短 人的反应啊 在千分之几秒中 你反应不过来 接触球的宣传根本做不到 你要做好打磨 唯一的一个条件 就是说 我的拍子 在接触球以前 接触球以前 拍面 连续变化 我们讲 逐渐前期连续变化 只要你拍子在接触球以前 做连续变化 我就能保证 当球接触到拍子的时候 角度大 接触球以后 我的角度变强 这个就是打磨 所以打磨的关键 就是说 我的拍子 拍面 要做连续变化 不管在这个 任何时间 我就要求 碰到拍子 我这个角度 是在连续 是在连续 连续变化可以保证 这个角度 逐渐变小 这就是打磨的一个 今天我演示一下 这个拍行的 逐渐前行 一开始呢 我打三个角度 拍行的尽量保持直 直线运动 然后呢 我在拍行逐渐前行 希望大家能看出中间的区别 因为这个拍行逐渐前行非常强 这个拍手 来 放下 来 放下 1 2 3 1 2 3 OK 这个明显 一个我直到上去 跟这个斜到上去 这个手上的感觉是不一样 我斜到上去 打磨的感觉特别厉害 再看一遍 1 2 3 1 2 3 这感觉不一样 刚才讲到一个拍行在挥动过程中间的一个逐渐前行 在实际打压中间 这个角度逐渐前行 它有一个角加速度 这板子有一个加速度 如果是一个 作为一个好的乒乓球手 弧弦球手的话 你应该能控制 这个角度变化的速度 就是说我的角度 突然可以来一下 这样子能控制弧弦 能控制弧弦 而且对各种不同的来学 你可以自己调节变化的数据 百姓变化的数据 下面我来演示一下 这个突然加速 突然变化 这个拉起来 现在我拉回来 另外有拍行 突然前行 这个做得比较夸张一点 在实际打压中间 根据连球 球比较慢的时候 你可以做得很大 球快的时候 也不可能做这么大 这个道理等一下再讲 先讲一下 突然前行 突然加速前行 一样 三个球一组 三个球一组 OK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这个做得比较夸张一点 在拉上远球的时候 这种情况比较少 这么夸张 很少 但拉下远球的时候 球速比较慢 我这个动作做得比较 就能做出 先拉下远球 看看 注意手腕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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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四 五 OK 这个 刚才讲了 一个呢 板型直到上去 一个逐渐前行 还有一个利用手腕 突然的翻转 就是脚加速 这个 像这种不同的 这个控制拍行呢 它有些条件要限制 我这个板型突然前行 有加速度 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说 一般来求比较慢 球速越快 你越不容易用手腕 做出这个动作 为什么呢 当我这个拍行 加速度比较大的时候 你对球 接触球的时间 必须掌握得很好 你看 拍行在变化 很快地在变化 我球在这种接触 出接 在这种接触下往 你就对接触球点 时间控制得比较好的时候 才能用这个动作 球速比较慢的时候 你比较容易控制住 这个接触球的时间 球速越快 越容易失误 那么你的拍行 逐渐前行呢 就有一个好处 球速快 我基本上拍行 就是这样 有微微的朝鲜行的动作 这样子呢 我们讲的容错性比较大 就是拍子在这种接触 能过去 在这种接触 无限高一点而已 不会失误 所以这个拍行的控制 这里来 来球有关系 来球速度越快 我就不能用手腕才多 只用大臂 逐渐前行 蓝速慢 我可以用大臂 用小臂 这样转 抱起来 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 你在练球过程中间 自己找 我不要 球速快 我不要去强调用手腕 这个就很难做了 很难做 现在演示一下吧 球速快的时候 这个 就比较容易做 球速快的时候 球速慢的时候 这个就比较容易做 快 球速快 一动力 再快一点 就比较容易做 对吧 这个 我就不能用手腕 这个手腕就很累 今天讲了一下打磨的问题 打磨就实际上这个角度就比较好 也许比较好 那么知道这个 打磨的这个基本道理 我们可以给打磨下一个 叫准确的定义 什么叫打磨 什么叫打磨 就是在拍子 接触球前 开始做 角度的变化 拍行逐渐前行 或者说在接触球前 拍行有一个角加速度 并且在适当的时间 创击球 这个要打磨 如果您想第一时间观看乒乓网的视频 请点击一下屏幕下方的订阅 打开微信扫一扫 关注乒乓网微信公共平台吧 扫描左侧二维码 关注乒乓网 每天为大家推送乒乓球教学视频 乒乓球技术文章 乒乓网最新活动 还在犹豫什么呢 赶紧关注吧